金山财神庙的关怀弱势活动连续6年每间段 今年从21号开始 财神庙是带着满满的关怀 还有象征元宝的水饺120颗 到独老或是弱势家庭 希望让他们过好年 为了关怀北海岸的低收入户 以及独居老人 金山财神庙每逢岁末年中 总会在辖区远景的协助之下 到弱势家户中送爱 以及各项物资来慰问 今年的寒冬送暖活动 从今天开始发放 选定金山万里石门的110户 若是家户作为物资发放的对象 并展开为期五天的家户关怀之旅 希望要陪伴弱势族群度过好年 今年11户 是二楼搬走了剩下15户 就是我们现在又要送到贫户地区 还有独居老人 这边几乎是由我们的员工去统计 我是不知道 那我今天就配合他们送 我们给他们是鱼啦 我们今天有送鱼还有香肠吧 还有水饺 就是他们吃的东西 基层财神庙的关怀弱势活动 已经行之有年 连续六年从没间断过 而理事长与财神庙的同仁 总会带上满满的关怀 以及象征元宝的水饺120颗 到独牢或是弱势家户之中 而今年特别应景的 还加送了一斤的香肠 希望若学家户们都可以在新年期间一时无缺 今天开始送寒冬重软 就是跟 今天是跟金山派制所一起联合的 送金山分局我们是因为这些远景 劳苦功高 就是我们也送一点水饺给他们 喂喂绕 过年吃元宝是最好的 另外金山财神庙 时尚会理事长也针对这五天 北海岸关怀之旅 特别在开跑之前 向金山景分局来表达万分的感谢 对景分局各派出所六年来 每年都派小区远景 并不辞辛劳 陪着池上会成员 上山下海 找路找人 表达最高的敬意 也希望未来在两个单位的合力之下 能为东雨绵绵的北海岸 增添更多的温暖 记者賴平函 金山采访报导 期以后 请脍入